好 安全喔 安全 首先先讓它 就是一個漩渦 這算是你沒有教我 都沒學到 你在轉的時候 珍珠會跟著轉 這樣下去的時候 就不會先沉到 這是品質 慢慢的倒下去 一個人就可以操作 對不對 如果一定要兩個人操作 你是不是就不要 辭退那個電源 欸 錄影中不好講 不要講老師 等它 一公斤的 好 OK 所以不能全蓋還是說 我是覺得不要全蓋 等一下 這樣會 可以差一點點 好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開蓋 就是它沸騰的時候 對 現在我要等它沸騰 然後珍珠不用浮起來之後 好 那我先說明 等一下 這樣打開才不會掉下來 那我先說明就是說 這次的我們用的珍珠 是跟我們第一次的是一樣的 我們今天是第三天 好 今天煮的是第一次的時候 然後等一下你看學姐怎麼解釋那個 煮的那種變色的過程 然後 所以這時候要持續攪 蓋起來的溫度 比較容易上來 所以我覺得蓋起來 所以你變成 用卡住它 半開蓋 OK 好 這樣子 OK 好 你該怎麼看 你就交代學弟 好 我們準備來看紅茶 好 好